好另外带你来看到台有线苏花公路时候下午发生死亡车祸 四名外籍民众开车行经苏花改 中人隧道北口附近的时候意外撞上路墩 导致副驾61岁女子伤众不治 另外后座26岁男子伤众命为抢救当中 另外两人则是受到轻伤 详细的肇事原因还有待离情 受伤的后座女乘客躺在地上还惊魂未定 身旁的人连忙安抚她的情绪 但伤势最严重的是她 救护人员以最快速度把身受重伤的副驾驶座女乘客 抬上单架送一急救 白色胶车车头几乎全毁直接卡到路边水泥墩里 引擎盖更是整片仙气场面触目惊心 胶车撞击过后有漏油情形 工作人员在现场铺上墓穴清理油渍 车祸发生在10号下午3点 61岁的西班牙籍男子 驾驶租来的白色轿车带着妻子和儿子 以及儿子的杰克籍女友 由南往北行驶到台九县147.2公里处附近 因为不明原因突然冲出右侧路员 撞上道路护栏 副驾驶座上的驾驶妻子 伤势严重当场失去生命迹象 送一后宣告不治 而坐在副驾驶后座的儿子 身受重伤意识不清 目前正在家户病房插管急救 而男性驾驶和来台就读大学的 杰克籍儿子女友都有受伤 幸好没有生命危险 驾驶以油压破坏器材 将患者脱困 分别送往805医院 门罗医院 慈禧医院就医 根据警方调查 驾驶持有国际驾照 久测值为零 至于详细的事故原因 还有待相关单位进一步理清 记者账宣 徐丽琴花联报道 此刻要给 Stanal 消失ajho